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副组长杨敬慧 防疫期间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请配合以下事项 一 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二 延后非紧急性的医疗或检查 三 外出时请全程佩戴用口罩 四 请洗手并注意咳嗽礼节 五 每日早晚量测体温 如果出现发烧 嗅味觉异常 腹泻 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 请佩戴用口罩尽速就医 就医时请勿搭乘大众运输 而且应该主动告知接触室 旅游室 职业别 以及身边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症状等资讯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与我们共同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农历春节将至 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公布春节运输相关措施 金融地区针对省道及国道容易塞车的路段 分别推出了替代路线 另外为了要鼓励民众多利用公共运输 春节期间搭乘国道客运都有优惠 今年更推出了孝亲专案 银法族搭乘还享有原票价的二五折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因应农历春节可能产生的交通冲击 交通部公路总局方面提出多项因应方案 其中金融地区针对国道与省道易拥塞路段 公路总局方面规划替代路线 供驾驶人参考 公路总局在近年春节的替代路线 一直也是引用 历次就是国武塞车之后 我们鼓励民众走台澳线 那或是在台澳线的这个路段 我们如果60号这边有塞车 也是个台澳丁可以来当个替代道路 那这一个图是在讲说 你在台澳丙线因为农染四七这一带 如果塞车的话 希望走远远路152向落到台澳丁来 这个图是讲这样 那另外一个100年春节 我们台澳线也是在这个路段 基隆基金路的这个部分 60号是可以当为 国一国三的部分的大路的一个替代 那台澳线也是可以当 跟60号是一个互补替代 另外为了鼓励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 在春节期间搭乘90条路线的国道科运 可以享原价85折 今年更新增孝青专案 英法族在2月8号到2月11号 搭乘北上路线 以及2月12号到2月14号 搭乘南下路线 可以享原价25折的超级优惠 那只要民众在我们2月9号到2月16号 搭乘我们国道科院 那享有一般平日的优惠 或是我们85折的优惠 那另外如果说搭乘国道科院 再转乘我们当地的施工车 或是当地的公路科院 那我们也有一段票 或是我们的基本里程的免费 那另外我们再也提供了一个叫 孝亲专案 就是说鼓励我们65岁的长辈 那如果说在2月8号到2月11号 那如果做北上的国道科院 或是在2月12号到14号 做南下的国道科院 那享有25折的优惠 那另外我们在全国的43条 台湾好行 那我们也提供实用电子票证 那享有半价的优惠 我们鼓励民众 能够到我们的风景区去走走 另外公路客运APP也全新改版 提供更完整的客运动态等相关资讯 公路总局方面建议民众下载 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 快乐平安的享受春节假期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快要过农历年了 在果菜市场业者的请求下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办理会刊 特地协调警方 在除夕前三天 从早上7点到12点加派警力 输到维持交通 快要农历过年了 为了因应年节采买车潮和上班车流 让安乐区果菜市场 以及基东长庚医院周边路口交通顺畅 在果菜市场业者请求下 基东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特地办理会刊 协调警方 在除夕前三天 从早上7点开始到中午12点 加派警力维持交通 相当危险 那7点到10点又是刚好 这么讲的 在这边两个这个 后车艇要搭国道路车上班的人 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能要请四分局 四分局的同仁协助说 这边能够的话 在7点到11点还是6点到10点 如果能的话 6点到10点请麻烦 就是说在年关的时候 尤其是他们要采购的时候 出夕前三 出夕前三点 对对对对 帮忙一下派个园警在那边 帮忙缩解一下交通 去年我们是固定都有排 是8点到12点 那这个时段如果再需要往前一点的话 8点太晚了一点 那我们7点好不好 因为我们7点 我们7点这边固定有交整港 7点吧 因为太早的话 我们警力怕有时候抽掉 7点是可以的 7点到12点 可以可以的 因为这只要去除夕的前三天 大爆炸 大爆炸 他们车子一直到 交通整个都乱了 他们没有地方停 一直到一直到 由于去年警方是从早上8点开始派员进行交通管制和疏导 今年则是要提早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派远景维持交通 也受到副议长林沛 也受到副议长林沛祥的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今年的还留一波波 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议特别捐赠了52个小家店给金融市30户的弱势家庭 赶在农历年前全数送达 协助这些弱势家庭对抗寒冬温暖迎牛年 金融市政府12处人员将小家店一亿送到家里让民众好感激 这52台小家店包括台灯电锅除湿机及电暖器等 都是由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方面所捐赠 希望提供金融市30户弱势家庭所需的小家店 协助他们挺过寒冬 根据他们调查的结果 像类似这些弱势家庭需要改善的小家店的还不少 但是市政府没有这一笔预算 因为工部门的预算总是有限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来解决这问题 他很希望说大家来共同解决 所以因为有这个合作的因缘之下 促成我们这一次台亚基金会跟基隆市政府 来办理这个寒冬送小家店的活动 那依据我们社工科我们社工师这些先进伙伴很认真的调查 很详细的调查这些家庭所需要的品项 所以我们购置了厨师机小家店的电冰箱电软器电磁炉台灯 这些品项都是预据我们社工伙伴很认真的调查 根据这些家庭的需要来给他们购置 对于基金会方面的爱心金融市长刘昌非常感谢 这家庭畢竟这不是他们的一个首选 那也无力来购买 那所以他们也继续使用这些旧的家电 那比较耗能 那也比较危险一点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容易有一些危险 或者像火灾这类事情的一个发生 意外的发生 所以非常谢谢我们台亚国际磁炭基因会 这个看到了我们基隆这些弱势家庭的一个需要 然后特别捐助由社会处来服务的30户 总共有52项的小家电来这个捐赠给他们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方面表示 这批小家电将在农历年前全数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民众家中 让他们能温暖安全的迎接牛年的到来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二人迎接农历新年 总统府春联红包带与一元福带出炉 春联以今年生肖年牛年为主题 书写牛转乾坤四个大字 期望摆脱去年疫情的侵扰 一元福带及红包带也用牛脂设计的图案 讨喜又有吉祥的寓意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民进党各县市党部 及党公职人员服务处来索取 迎接牛年 由总统蔡英文与副总统赖静德 共同署名的总统府春联赫词 写的是牛转乾坤 象征国人团结对抗疫情 期盼为国家带来平安好运 牛转乾坤它的含义是因为我们在2020 去年度过了一个比较多一些 不管是疫情 或者是在整个2020 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故发生 那让我们全国的同胞 国人同胞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过去这一整年的高潮叠起 甚至是变故比较多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牛转乾坤 就是希望能够让今年 匹集泰来 让每一个国民同胞 大家都能够过上好日子 一元福袋与红包袋 则都以牛脂为图案设计 其中一元福袋 以黑色水牛烫金方式 强调坚韧与共生共农的精神 红包袋的三只金牛 也分别有特殊含义 今年红包袋可以说是非常限量 限量中的限量 最主要是因为它 红包袋的上面有三只金牛 那这三只金牛分别象征了各个族群 所以这三个牛的意象都不一样 那有我们台湾的水牛 那也有这个非常勤奋 这个象征台湾精神的水牛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台湾的原生种黄牛的外表 还有一个就是 平常呢就是都是在 喂养我们的这个乳牛的形状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三种金牛的形式 红包袋 防疫今年总统府春联 及议员福袋取消现场发放 改由民众到民进党各县市党部 及党公职人员服务处索取 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把平安好运带回家 记者张琪辰金牛报导 接下来呢要带你来看 金牛有一名驾驶精神恍呼 先撞断了监视器 又撞坏了测速照相的杆子 索性车上三人平安无碍 提醒您哦 开车真的要集中精神 否则就像这位驾驶客能陪大了 灰色的休旅车 直接冲上人行道上 撞上路边的铁杆 但仔细一看 它撞到的是价值187万的 一根测速照相机 这么一撞测速照相杆整个歪斜 固定的基座连根拔起 而这起意外发生在金融市条河街上 日前一名黄姓男子车上载着一名大人和小孩 却因为男子晃神直接冲上人行道 先撞断路旁的监视器 再撞上测速照相杆 是因为说自己一时晃神 不小心往路边的人行道上面开过去 撞到我们警察局交通队的测速照相杆 造成我们的测速照相杆 有那个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而这个路段也时常发生严重车祸 半年前就有一对情侣双载 致撞路灯釀成一死一伤的意外 警方也是在居民的反应下 加装双向的测速照相机 我们调节因为它拓宽之后 本来是双向单线双向双线 然后路会比较笔直一点 所以会有超速的情形发生 于是我们就在当地的民众要求之下 在那边设了双向的测速照相机 防止车祸的发生 所幸这起意外没有酿成任何伤亡 提醒民众即使路面宽敞 还是要遵守限速 否则像这位驾驶不小心一撞 撞上187万的测速照相机 恐怕休理费就要赔上不少 记者 黄绍鸣 基隆报导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悟昌 那在这个睡末的时候呢 特别借今天的机会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心想事成 一切顺利 那2020年呢 说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一个不平静的年 那不过2020年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迎接2021 接下来要农历过年 那除旧不新 把这个过去的这些晦气 还有疫情呢 把它留在去年 那迎接新的一年 我相信台湾会更好 台湾加油 大家加油 新年快乐 各位基隆电视台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蔡思英 新的一年要开始了 那今年是牛年 那其实我也是属牛 所以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基隆 这四名牛年行大运 牛来往 赞 过去的一年是 我们台湾乃至于全世界遇到 武汉肺炎灾情的一个一年 那许多人的生活 也是因此受到了影响 生活步调 甚至是工作 都因此受到影响 那今年上半年 这样的疫情 可能会再持续下去 那尤其在春天的季节 其实也是武汉肺炎 比较严重的时候 还是要呼吁 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在外面 记得都要多戴口罩 注意安全 那当然 我们希望 新的一年来讲 所有一切 不如意的事情都会过去 好运都会持续的来到 那去年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可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仍然创下了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成绩 那整体来讲 我们也希望 这样的经济发展 能够持续 让所有去年受到疫情影响的 造成工作受到影响的人 在整体经济成长之下 能够找到 转换适合他的跑道 嗯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快过年了 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基隆市消防局 在人潮众多的大商场 举行春节灾害抢救演练 提醒民众要有危机感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农烟经由楼梯的蔓延 知名的吉祥大楼冒出真正农烟 消防锦铃声大座 消防局出动了水箱车前往灌旧 有监于川期间 民众到卖场采买年货 消防局特别举办了防灾演练 是希望说在过年期间 会非常多的一个我们的民众 到很多的公共场所去消费 那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个演习 让大家重视公共安全 那同时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 救灾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展现 透过这一次演习 包括我们的几个各单位 有一个协调性 多一份准备才能够防范未然 让民众安心过年 记者黄烧民基隆报导 民众只要下载 悠游富APP或扫描七大公庙 悠游富脸书的QR Code 就可以用手机抢到发财金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新春期间多家公庙挺办 抢头箱发送发财金活动 不过民众别失望 悠游富与七家全台知名寺庙合作 推出线上领取结缘发财金 不用出门不必人寄人 在大年初一早上九点起 就可以透过悠游富APP 领到神明祝福的结缘发财金 每人献领两家寺庙发财金 每份发财金五元 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配合我们政府的宣导 我们跟优优卡公司结合 大家很方便 不要到庙里来 在线上一下就可以拿到结缘金 这个结缘金的功效 跟我们平常领的红包一样 神明会保佑你 希望下年大家心客 大家人流散开 保持这个资金 因为我们发财金 这就是我们今年都有在发 今年特别要促销 跟优优卡公司合作 发财金非常好 我们台湾人的传统 到庙里面去拜拜 祈福 不過今年疫情的关系 不活动不群聚 所以大家就觉得 很多公庙把这个 过去这种几百年的传统 发财金 就说今年不办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用科技的方法继续维护我们的传统 那也谢谢我们这些公庙愿意说 用这种 悠游户 扫QR Code 领发财金的方法 这个可以到公庙直接扫QR Code 不过也可以在线上 直接就扫了 不过还是希望在疫情结束以后 大家还是要到庙里面去还院 你知道 我不要全部都偷懒了 虽然是数位发送发财金 但所有的发财金都经过庙房裹香炉 福气不减少 抢到结缘金后存在悠游付钱包中 还能额外获得专属前师 透过下载分享功能 将福气与平安祝福和重要的家人与朋友分享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曼陀林乐器 起源于意大利 如同小提琴柳琴般 却有甜美温和的音色 您不知道的曼陀林音乐会 是由台湾曼陀林音乐团 运用各种曲目 甚至还结合鬼灭之刃的主题曲 让听众更了解曼陀林这个乐器及音乐 曼陀林的乐音搭配十下最流行的 动漫鬼灭之刃主题曲 好听又特别 台湾曼陀林乐团 将在你不知道的曼陀林音乐会 带领观众用音乐游世界 曲目包括日本动漫 日剧月星娇妻片尾曲 俄罗斯民谣 还有钢琴家郭忠翰创作的云端悲响曲目 那这一场其实我用到很多不同乐风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弹的红莲花 它就是当今最热门的 曼陀林跟弦乐一样是很有张力的 因为它那个轮奏啊 它可以从小声到大声 可以制造很大的那个张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效果不会比弦乐团差 很多台湾民众并不知道曼陀林乐器 因为它源自于意大利 在日本发扬光大 看似像柳琴小提琴 却又有独特的清新音色 双弦的轮調既懂心灵 曼陀林它就声音比较 我觉得比较甜美 比较温和 它比较 可能穿透里比较没有像柳琴这么直接这样子 对 那特色 其实它主要特色 因为我们是点状的嘛 你弹一个音 它没有办法像小提琴 拉弓可以维持很长的长音 所以我们必须来回快速的弹挑 就可以把音整个连起来 对 那你如果只有弹一个音 它就是单音 那你要表现长音 我们这个轮音 这是它的特色 人家就觉得 听到曼陀林 那个声音就感觉 很好听那种感觉 对 其实团长陈子涵是主修柳月琴 音乐父亲的奏势令他倍感伤痛 偶然接触到曼陀林 听见青山中的曼陀林琴声 深深疗愈他 从自学开始 到与青山老师学习 陈子涵热爱乐器道 也想推广给台湾的朋友听众们 我的老师是青山中老师 他弹的那个音色 就是很美很美 就是他高音他不会让你觉得很刺耳 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 一直听高频的东西会受不了 可是老师的声音他就是 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 听到就很疗愈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爸爸的 突然过世的事情 然后听到曼陀林 我觉得老师的声音很疗愈我 然后我就想 激发我想要去学这个乐器 然后刚好那时候又认识了奇美 奇美他们曼陀林乐团 那时候刚好他们十周年 然后半月有会 然后我在无意间之下就看到了 然后我去报名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曼陀林 我那时候就 请一个乐器行的人帮我买一把 就是比较一般的曼陀林 然后我就自己弹弹一首 因为他报名要去参加乐会都要表演 我就去参加 然后表演之后 他们就以为我学很久 其实我那时候是自学 就是自己这样随便弹一弹 除了曼陀林 在这场音乐会中也可以看到 同家族的曼陀拉与低音曼陀林一同演奏 副团长广田杨依依就形容 曼陀林与曼陀拉像是一男一女 声音各有特色 曼陀林是 音的高度和纤细 音色的纤细 也有细细的音 也有细细的音 曼陀林是 特别人的音乐 Reporter Prada 音乐的音乐 音乐有特色 比较特色 役努力的音乐 特别人的音乐 音乐有特色 音乐的音乐 音乐有特色 可以试听 原曲的音乐 不停音乐 队子带的音乐 在台湾曼陀琳乐团2007年成立 为了在台湾推广这项乐器 邀请了国际知名曼陀琳演奏家 每年也都会定期举办音乐会 期盼台湾有更多爱好者加入行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ME PLUS TV 4K智慧基上盒 数千部强档影剧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鲜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两千四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